內地的三體改編是一個很成功的 很忠於圓著的改編 但今次我們這次電視劇集 本來是華人的角色 他要變成其他國家、其他種族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很自然和很無可厚非 因為這件事要變成一個 更加國際化的項目 其實他一定要這樣做 我第一次接觸三體是大約15、16年的事 我記得看完之後 感覺是很被他衝擊到、很震撼 因為很驕傲 中國喜歡出了一本這麼厲害的科幻小說 我覺得當然最難的部分 就是他裡面的科幻元素 因為他又有非常深的學術性的探討 也需要很多物理學上的一些知識 我覺得這些是比較難怎樣在文本裡面 影視化去給觀眾了解的 因為我是拍攝了第一、第二集的導演 在我的兩集裡面 我其中一個最大的責任 就是去說好葉文傑的背景 就是他之前發生過的事情 所以在我的兩集會看到很清晰的 看到葉文傑當初發生甚麼事 到後來他為何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而那個決定最後影響了世界有多少 我很希望儘量去還原當時的年代的事 儘量給別人看到 不會覺得當時也不是這樣的 不會有這些事情 我覺得儘量不會給予反駁的機會 這是我自己儘量希望 我盡了我的能力去做的 但最後出來會不會被人罵 這個我真的不敢擔保 我覺得這次我們這個版本 絕對節奏會明快一點 還有相對地的門檻會低一點 一般觀眾 即不是熟悉這本小說 未必一定是科幻 都可以很投入到這個故事裡面 我不覺得他變成美式中餐 因為他已經不是一個中餐 我覺得在他做這個 更國際化的創作裡面 他當然令到這件事更加宏大 更加有充滿國際性的感覺 但他有一方面會流失了一些 本來很獨特的中國特色 但我覺得因為他要變成一個 給國際觀眾去看的話 他一定要這樣做 而我很理解也覺得他做得很成功 擔心就希望沿著的粉絲走下流程 不要罵得太 因為我覺得始終書的粉絲 看真的很鐵粉 他們看了之後 他們會因為有差異 他們一定會有很多話說 我就不便透露太多了 但絕對不是將三本書的內容 都放在白袖裡面 至於第一季去到多遠 我就給觀眾自己去看